他一直被質疑說 他的疫調過程 到底有沒有怠慢 認為說他是不是有隱匿 雖然這樣的質疑有受公平 但是潘胖胺講了一段話 讓大家覺得很吃驚 他說他是吹哨者 我聽到非常的驚訝 我們的縣長 怎麼會是吹哨者 太奇怪了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那這個吹哨者 還要被這個樣的一個臨死 我想這個社會是有公平 一般是民間對抗政府 政府不願意揭露 我來揭露 所以我是吹哨者 怎麼會有縣長說他是吹哨者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之前講到 大陸的李文亮 他第一個發現疫情的人 最早向世界發出警訊 吹哨者 還有包括屏東 屏東對吹哨者 應該是特別有感覺 大概記不記得 在2018年的時候 他有轟動全國的收水遊 當時老農五次檢舉 沒人理他 他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台中 所以這個才叫做 所謂的吹哨者 吹哨者定義就是告密 告密人吹哨者 那我們的縣長 怎麼會是吹哨者 這件事情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是因為所謂的秘魯 阿嬤 媽 孫兩個人 回到國門之後 好像如露無人吃進 來看一下 6月6號他們就回來 沒有塞 路徑沒有塞 然後馬上開這個坐計程車下來 途中還到了這個 關廟的休息區 到6月14號 這過程中他就開始居家檢疫了 我們真的是一路鬆到底 6月14號發燒出現症狀 6月15號就公告 這台中其實有公告他 但整個過程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怎麼完全沒有把關 另外一個看到先看到這個地方 聯合報也特別講到說 DELTA一路不設防 秘魯租村就讓他直接進來了 那確診12天你才去做基因的定序 來看到這個內容 整個屏東縣到24號才設置 社區的篩檢帳 到27號中央才通知新北說 你6月6號載他們回到 這個方山的那個白牌車 其實是白牌車司機 你要通知有這個人 是住在你們新北 6月6號到2月 到27號已經有21天了 隔這麼久 所以包括了陳時中 昨天在記者會信誓旦旦說 大家不用擔心那個白牌車司機 他們絕對不會有問題 因為他一次陰性就不用再追蹤了 因為已經隔了21天了 所以大家關心的是 為什麼他會如露無倫之境 以及說為什麼我們疫調通知 過程就差那麼多 然後潘波灣現在有一個 大家質疑最多的是 6月22號他還向憲民來宣傳說 我們有長達15天加零 往前推示加零 當然縣長喊怨說 我又沒有隱匿 因為這個是屬於台中的境外 所以後來縣長講很多話 現在大家也開始來關注到 6月26號說 我絕對不口水 也不甩鍋 可是隔天他就說 有些縣市都沒有做疫調 然後也沒有溯源 不是說不甩鍋嗎 所以大家很好奇的是說 縣長現在告訴大家說 台灣人每個體內都有一個對抗 有一個抗體 這個抗體就叫做正直 就我們每個人都用正直 陳時中是說用棄直 可是問題是如果說你人前一套 人後一套這樣算正直嗎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這個網路的溫度計 有一個最新的統計 他發現說 來看到這邊 這個是潘茫安的 這個平常可以看出來 他真的沒有討論度 幾乎是躺平 那疫情爆發之後 他的溫度 他的這個討論的聲量暴增 可是有一個關鍵點 在前面其實都還好 但是當他發文告訴大家 請大家不要對屏東污名化的時候 揪起了很多人的仇恨 你說不要污名化屏東 那當初你們民進黨的人在污名化萬華的時候 怎麼沒有人站出來 就是因為這句話 所以他的負面聲量激增 增加非常多 我們回到上一章的部分 撇開這一些不講 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芒果這個有沒有雙標的問題 芒果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怪 芒果 芳山的芒果 一天就被訂爆了 農委會說 你們不要再下叮噹給芳山了 改下叮噹給台南 所以已經沒有賣不掉這個事情 更妙的是農委會今天官員 直播的時候還講大白話 他說其實也沒有所謂退訂的事 來看一下這一段 好 原來沒有退訂這回事 但不管怎麼樣芒果賣掉總是好事 只是很多人就說 那當初彰化葡萄家族出事的時候 他自銷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官員沒有同樣的規格 去幫彰化的葡萄來促銷 而且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多辛酸 彰化的葡萄賣不掉只好未積 這個是民視的報導 兵哥怎麼看 我先講好這個 你說這個芒果 坊山這個芒果 到底有沒有退訂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有點嚴重 因為這是在散佈假消息 萬一有人真的相信大批退訂 這個芒果不能買怎麼辦 所以我懷疑 如果根本沒有這個消息 有人故意創造這個消息出來 目的是什麼 這難道是飢餓行銷嗎 還是你們故意要這樣子 把整個教練轉移掉 我覺得是不是相關單位 你們要去查一下 可以讓人家隨便這樣 放假消息的嗎 因為這樣會引導到 影響到整個市場運作不是嗎 再來我也必須講 潘孟安這個人 真的我不知道他在胡說八道 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每一根體內 都有一個抗體叫正直 什麼意思 那請問一下 台灣下有一萬多個人確診 有六百多個人不幸 一定因為新冠肺炎過世了 那請問一下 你認為這一萬多人 都不正直就是 所以他們沒有抗體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要不要跟全國 罹患新冠肺炎的人下跪道歉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真的 我沒有聽過 一個縣長甩鍋也就算 甩鍋是你民進黨的傳統特色 哪有人亂講話 講到這種地步 你是贏卡蜜的名言 沒錯 卡蜜名言本身是這個意思嗎 是告訴你每個人體內有個正直 抗體叫正直嗎 是這樣子的東西嗎 根本就不是 你要引人家的言言 也拜託你去搞清楚人家 到底在講什麼好不好 其實整件事情 從頭到尾就看得出來 他們一直都想甩鍋 什麼事情都不想認 想要吹給台中 想要吹給新北 反正就跟他沒關係 然後還好意思叫自己 叫吹哨子 所以他們歡迎你再告訴我說 你認為防疫指揮中心 在隱匿疫情 所以你要吹哨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能問你在吹什麼哨 所以你認為所有東西都他的煙蓋嗎 所以攀謀案如果你有料就爆 你就趕快出來爆料 如果沒有料的話 你最好趕快閉嘴 藍綠縣市彼此都罵來罵去 但有一件事情 他們居然有共識 他們一致都認為說 路徑在他們居檢隔離的時候 一定要開始跟尾端 都各篩一次 路徑兩篩成為藍綠縣市首長 共同的共識 但我們指揮中心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來看一下民進黨這些阿哥們 都已經講了大白話 陳青麥告訴大家 如果可以提升到兩次的話 那很好 那鄭榮燦說 兩次做法是比較好的 而且他還講說 我們以前不就是這樣做嗎 有什麼不可以 還有包括林志堅 他雖然沒有講到針對路徑 但他說其實我們自己在新竹市 居家隔離前後都會塞 所以阿哥們其實都這樣講了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告訴大家 雖然檢驗量足 但是現在進行隔離的對象 如果移動的話會相當的高 風險很高 但我不太懂 路徑塞一次 跟到居檢結束的時候塞一次 中間有什麼所謂的 因為要篩檢 然後增加它移動的風險 我聽不到就是聽不到 他說我們也不是 然後重點是更妙的是這句話 我不是不能塞 我不是量能不足 我夠 我很夠 但我不要 就是我每天的檢驗量 每天有十二萬多 我持續增加 所以沒有量能不足的問題 那陳忠燦他是說 因為我潛伏企 所以你路徑塞意義不是很大 然後蘇貞昌又是講偽陽性 偽陰性 這一套其實大家都聽很多了 不要就是不要 那講得好像路徑的人很多 會造成我們國內篩檢的這一些 影響我們本來的量能 可是你來看一下 6月27號才700人 最多最多6月25號才1000多人 我們到底 如果像中部長講說 我們每天可以塞十二萬人 那為什麼這幾百個人 你就是不願意 就是這樣襲塞如今 漢婷 防疫要有作為 必須逆時鐘 因為時鐘過去到現在 都還是反對做篩檢的 那麼不要看這些綠營的 好像洗白 曾興哥開始認真做防疫 不要忘記他過去都怎麼說的 先從政治層面來看 陳其邁2020年的4月 他就講說 普篩衛陽性很高 會引起巨大恐慌 然後2021年的5月17號 他也說高雄不要設快賽戰 因為衛陽性會引起巨大的問題 所以要遵守中央指示 那麼鄭文燦在2020年的4月 和8月講的都一樣 這個入境要不要吐塞的問題 我們都完全尊重中央指示 那麼請問 為什麼到現在不遵守中央指示了 你們是都學壞了嗎 不是 是因為你們突然良心發現 林志堅為什麼不講他 因為過去他根本就沒有存在感 根本就沒有發過這相關的聲明 那為什麼現在良心發現 因為死人了嗎 因為死到你家門口了嗎 因為民怨爆發了嗎 所以過去沒有事情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裝糊塗 就完全去聽陳時中的鬼話 但現在因為火燒眉毛了 然後你才說不行不行 要趕緊來做篩檢了 然後你們現在轉過身來 就想洗白 有那麼容易嗎 你們過去反對篩檢的人 講白了 就算不是殺人兇手的集團一份子 你們也根本就是幫兇 好 我們再從醫學的角度來檢視 到底所謂的入境要做多次 或兩次的採檢 合不合理呢 陳時中現在告訴大家說 如果要 他的那句話 他就說如果要在旅館篩 那就會有移動的風險 但首先第一個 全球很多地方 也都是有在旅館裡面做採檢的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做好防疫措施就可以 所以你無知 那麼第二個 那其實大家呼籲的是 在機場採檢 我們要的是說一落地 你在機場裡面直接就可以採檢 那也沒有什麼大規模的這種移動 沒有 而且都要有專門的防疫通道 防疫巴士 然後直接來做保護 那結果人家在說機場的問題 結果你在說旅館的問題 牛頭不對馬嘴 接著再來就第三個 你們去年講說 一年如果有二十五萬人來到台灣 要花八億元做篩檢 那麼現在來台的人數大幅減少 也沒有要花到那麼多的錢 就算八億總比你後面花八千億 對 而且還喪失了六百多條的人命 和台灣整體產息息 那麼再來這個陳忠燕 又是胡說八道 他講說因為我們來台之前 要付三天前的所謂的陰性證明 你是不是忘記了 過去有人就拿了這個假報告 來台灣的 你是不是又忘記了 過去有人拿了五天前的報告來台灣 你說為什麼五天前也可以 因為他美國是假日 你是不是都忘記你們自己 過去的荒腔走板 那再來追根究底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從醫學上來看 為什麼我們需要做多次的檢測 不僅僅是為了要防範 不僅是要阻斷傳播鏈 更重要的目的是要保護你 因為你得到新冠病毒 很有可能在一天兩天之內 立刻從輕症轉成重症 最後不治身亡 那麼如果你是在這個檢疫所當中 它裡面沒有藥 然後設備不足 人力不足 沒有辦法即時保護你 所以如果你是在機場當中 你能夠即時的做到檢測 我們就能夠更早一步知道 你可能是有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儘快的 在你還沒發病 還沒變成重症之前保護你 結果這些人 完全不是這個思維 他們想的就是說 反正這個能阻斷就阻斷 反正不要感染來就好 好像沒事就沒事 所以才會講說 反正三天前陰性就可以 絲毫不考慮 他有可能這個時候 就是有潛在風險的 所以他們想的根本就不是人命 想的就只是 政治上的輿論聲量而已 現在Delta病途 很多各國都顯示 擦身而過就可以讓對方確診 但是阿中說 這些故事我聽得很多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OK